快过年了,好多地方都禁止烟花爆竹,为啥呢? 说是雾霾严重,我们要爱护自己的环境,大家听过故事,就会明了。 现在的雾霾的含义,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雾霾的本意。 其实,雾霾是什么? 雾霾连起来,这和雾是怨气,而霾就是这些被伤害的阴影,或者一些无家可归的冤魂衣等等。 他们都穿得破衣烂衫,食不果腹,衣不遮体,到处在流浪。 但是在一些大的城市会相对多一些,因为他们要吃,好东西是没法吃的,他们只能吃一些垃圾啊,破烟啊,痰啊。 当然人多的地方,这些东西肯定多,所以他们喜欢这些大的城市,在那个地方聚集,大家一定要明白,这个雾霾和鞭炮是没有关系的。 没有关系,咱们就一定要放鞭炮烟花吗? 虽然和雾霾没有关系,我还是建议大家,不要去这样子做,咱们的国家禁止了燃放烟花鞭炮,其实无形当中做了很大的好事。